傻了 师父您今年吃了多少年的素了 61年 可是现在的还有几个存活的在了 看到我都说我对了 数到我止了 他们献美 你走对 是啊 但是我虽然年岁大老啊 但是我没有衰啊 健康长寿啊 那他们看得上 这是从来来的 素食来的 对身体健康没有妨害 只有帮助啊 为什么不干呢 我在国际上 这十几年来 常常参加国际会议 朋友会友们遇到我的时候 头一个就问我 你怎么保养身体的 他不问别 就问这些 我就告诉他 心地情谨 素食 没有妨想 没有杂念 身心健康 跟他讲别的他不懂啊 这个很现实的 素食的利益 素食的好处啊 尤其是现在的肉食 不干净的 可怕了 不要说肉不敢吃 蛋都不敢吃 我们常常坐飞机 飞机上的饮食 不敢吃啊 不知道他从哪来的 对啊 所以我们在飞机上 我常常过去到美国 就是常坐飞机 我们都自己带便当了 哦 带饭盒啊 哦 师父您在飞机上都带什么呀 哪个 就是我们自己带个小饭盒 小饭盒 对啊 饭菜什么的 都是饭菜都有啊 哦 我们自己吃的 那都好 到飞机上冬天的时候 请他给我加热 哦 加热 哦 加热的时候 他给我们换他的盘子 哦 是我们的东西 哦 所以我们旁边人看到的时候 像那个服务空凛小姐 我也像他这样一番 他自己带来的 很多人羡慕啊 自己带来的 这个重要 到你长途旅行的时候 吃东西 一定要小心 最好自己带 是的 我肠胃不好师父 有时候吃飞机上冬 我就下来就要闹肚子 那没错 是啊 真是的 旅馆东西都靠不住 是啊 他不卫生啊 对 对对 是 感恩您师父 感恩您大慈大悲 给我们回答了那么多 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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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